根据那个刚刚做出来的这个这个这个资料 那帮我做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统计什么统计那个 使用者最常购买哪一种设计杂志 所以第一个我们假设我今天先插入一个新的那个 假设插入一个 这个 全新的枢纽分析表 那我要分析的话是年龄跟他买的杂志 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性 所以第一个的话那我就先把那个最常 购买的那个杂志先找到这个最常购买 那个设计杂志 拖拉下来 然后呢我再把这个一样的东西放到 它的值的部分是一个码值的部分 那你会发现统计出来了 哪一类是最畅销其实也会显示出来 看起来三广告类的设计 只是说呢你这样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 假设我希望统计的是 不同年龄层 他所购买到的那个 杂志 倾向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就把什么 把那个 年龄部分 放在蓝标签里面 所以把年龄 当然其他如果你想要知道性别 教育程度跟职业约数等等 你可以 自己再变更一下 那我把年龄部分 放在这个标签里面 那做出来你会发现 不同年龄层 他可能 选择的杂志类型也不太一样 不过呢这个出来的之后的结果 一样 我的习惯是看到这里面只要空白了时 我都会希望把它改成零 因为这样看起来会 比较感觉不会说有些资料就空白 所以通常的话 早上有讲过 你可以在选项里面 找到什么呢 选项里面呢若为 空白储存格 帮我显示为零 表示 这个 这个年龄层里面 他不对这一类的杂志没有兴趣 所以显示就按 确定一下 OK那你会发现 里面如果是空值 就显示为零 在第一步 请各位先把那个 樞纽分析表 这个 有关 哪一类的设计杂志有兴趣的 按照年龄先帮我 产生一个表出来 那至于其他 像教育程度 职业 月收入等等 那请各位有时间的话 再去做 分析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希望一样跟早上一样 我希望能够把那个 这个表 能够快速的产生一个图 的话 那这个图里面 可能会希望做出什么效果 类似像长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大概希望说 跟早上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就是 第一个 上面一样会需要有一个 我们的标题 那标题呢 跟早上不一样的地方是 早上是 叠在那个绘图上面 那个图上面 那这一个我是不希望叠上 我希望把它放在上面 那另外的话 它的什么呢 它的字的大小 也许大概是 早上是24 然后 你可以 比照 然后颜色的话 红色加粗体 那字形也许 把它改成 微软的那个 正黑 微软的那个中黑 那个黑体制 那接下来的话 其他还有哪一些可能要改 再来底下的图里 图里部分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哪里 可以放在很多位置 预设可能是放在右边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 好像放在这个地方 还蛮不错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图里 由右边 放到上面的话 那当然你就把它改一下 再来的话 这边要多一个东西 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那个 我们 坐标轴上面 可以多一个标题 也就是说你除了这边 可以多标题之外 有没有办法在这边 多加一个人数 总共多少人的 其他 还要哪一些 包含就是说 这个 格线部分 我早上讲过 你可以再把格线 稍微再变更一下 其他的话 还有底下的名称 底下这一些名称 预设好像是黑色的字 而且字还蛮小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 也把这个字的大小改一下 颜色也换一下 那该怎么做 其他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这个绘图区 如果我把它变格线 比如说绘图区的样式 也稍微变更一下 有点像 跟早上一样 早上是漸层的 不过如果我不喜欢漸层 我希望用别的方式 帮我做出一个图表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早上 做过的这个练习 再换一个 那我主要是来源 来源是用 刚刚讲到的就是 设计类的杂志 针对不同年龄层 帮我做不同的 分析 那试一下 就是先把 我们的表先做出来 再把图给画出来 那画图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从 我早上讲过的 你可以从 在那个选项里面有一个 叫做 枢纽分析图 点选之后的话 当然我这边是用那个 直条图 如果你想要用别的图 比如这边的话 不同的 这个结果 你可以再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其他类似 这个直条图的 类似的功能 你可以再换一下 没有关系 感觉感受一下 不同的 图形 所做出来的结果 不过当然你不能 用 比较不适合的 这边的话 我想我们暂时 先用直条图 试试看这个效果 那请各位先 把那个 表先做出来 那图的部分的话 待会也试试看 呢 试试看